你那招觸發了現在心情 我其實現在很累 沒想到真的要放開蠻多東西去環遊世界 還是需要做準備的 所以我其實累到已經長那個唇泡疹了 我嘴巴 對我嘴巴現在是很難看中 讓你沒發現 那就是這幾天都很疲倦 可是明天就出發了 我相信一切會很好 謝謝 你有最放不下火嗎 其實我那時候最放不下的是 就是支持我的粉絲 但其實後來我再轉個念 我發現也沒有 我還是持續的會跟大家分享自己 所以不管是什麼形勢 我覺得我都在 所以我突然就覺得沒關係 那你們就跟著我一起走吧 你的計畫大概維持要幾天 多久 第一階段 我只能回答第一階段 因為我不確定後面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第一階段就是先三個月 然後回來小孩滿一歲 打疫苗之後 我再決定 我看我那時候想要再去哪裡 或是決定先做些什麼事 這個計畫啟動作是周遭朋友 然後家人都沒有反對 沒有人贊成啊 對啊 從公司到家人 我全部都做了很深刻的溝通 而且也不止一次 因為這個動作其實 或許我八年前做就是一個年輕人去追夢 但現在已經是 不管是已經是爸爸了 或者是我已經累積在演藝圈上的成績 到現在要全部突然稍微的暫停 對公司來講是危險的 說老實話是危險的 但我覺得我要面對我自己 我其實內心的那個 環遊世界的那個夢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必須先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到後來大家就支持我了啦 後來怎麼說服啊 沒有說服就因為我一定要做 他們也不能怎麼樣 沒有啦 我家人我就是告訴他們 我一定會很健康 然後我會定期回來 公司的話我就說合約繼續走 對 那因為其實我公司的老闆 淑娟姐是很了解我 她跟我很有默契 所以她知道我 她在阻止我也沒有用了 我必須先做完這件事情 那我們關係還是非常好 那有沒有想到少賺多少錢啊 這就不要問了 我們一直沒有在提這個事情 對 就是有時候就看到經紀人 看到我之後就這樣子 就表示知道說一定有什麼 多好的戲有來 或是有多棒的代言又出現這樣 但代言還是可以繼續接啦 我還是有在接新的 昨天才剛拍完 大家可以期待 對 但戲劇作品 歌唱作品可能就會比較少 因為我可能人會陷在外面 所以你到底準備多少錢要出去 錢嗎 對啊 這本書裡寫說我要準備演藝 但我根本沒那麼多 100都沒有 對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 背包的方式 那種方式不是用窮來講 而是用一種很深入的 跟當地人的互動 所以像我第一次 應該說我第一站到紐西蘭 可是很多網友很熱心要幫我 然後就說我家讓你住什麼 可是我最後卻選擇沙發衝浪 就couch serving 然後住在一個黑人的家 那黑人媽媽她就說 我家有兩個孩子 一個三歲 一個八歲 對 我們一起分享我們的人生吧 所以就坐他家沙發 我也不知道到時候會講什麼樣子 那這就是我想要的方式 所以我的錢就沒有帶得很多 對 那就是基本開銷啦 會不會在紐澳還大紅啊 剛才在那邊出道 應該不會吧 累累出道嘛 對 我應該就是旅行者了 到那個時候 我會不會擔心就是小孩 沒有辦法適應這樣子的旅程 我們都有做準備 所謂準備就是沒有去印度 或者沒有去泰國就什麼 對 我會先走比較先進的國家 然後所有備用藥啊 以及都有看過醫生了 那醫生當然反應都是 他看起來沒事啊 幹嘛 我說我要出國蠻久的 要不要檢查一下 他說你們看起來不用啦 就是你不用太擔心這樣 所以我後來發現其實 小孩也是蠻堅強的 那我們也會幫他 照顧好所有事情 奶奶之前跟你們去都沒有大褲 當然有 對 他也是個小孩 但我們已經很習慣在飛機上 或是在公共場合該怎麼做 基本上就是落跑 所以大家人多 我們就到旁邊去安撫他 在飛機上的話 就一定要先讓他睡飽 或是說這個行程很長 那我就要找他喜歡的東西 可以讓他靜下來 不然的話 飛機上的人會很想 對 尤其我 對 我說我要出去 所有人都說你要帶小孩去是不是 就是我最怕瘋到小孩 沒有一個例外 沒有一個例外這樣子 對 所以我盡量不打擾大家 如果不小心同一個班機的話 因為這畢竟是冒險嘛 那時候有沒有想說 那個妻子跟小孩 留在家裡會比較安全 老婆小孩留在家裡 不安全 對 他們留在家裡不安全 因為太太可能會崩潰 因為他之前也就是我的經紀人 所以他很喜歡跟我到處跑 如果我把他擂遊在家的話 就是會是一個憂鬱症媽媽吧 我覺得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溝通好 我們要一起出發 那如果心情太輕鬆 會有第二胎的出現嗎 不排除啊 對 或許就在 哪裡 高山上 在海裡面 我不知道 這麼浪漫就對了 沒有 就很自由一趟行程 所以沒有任何限制 OK 沒有任何限制 對 會讓他以後會怨我的禮物 就是他以後等董事一看 這些我都去過 都沒印象 但很擺明的 現在出發就是為了父母 對 對 所以他 我想等他長大 如果他有要求 如果我當時也想做的話 因為像我的理念都是 我的意願是我的意願 你的意願是你的意願 那我會尊重 但我不會一直附和你 對 否則的話他會 對 他會變成說 他要幹嘛就幹嘛 所以他到時候 如果想環遊世界 要我再帶他去一次 我可能就說 抱歉你爸現在想拍電影 I'm sorry 那你就想辦法吧 或者是 等我想做的時候我們可以再去 不然就等你長大 你自己去 這樣子 OK 最近有關注一些時事嗎 就是像是 幫他去主辦的 或是自己對自己進行進去 我覺得現在最好的 做法就是靜默 對 我覺得 台灣現在很需要靜默 因為 現在是做事跟 不要再說任何話 然後開始修煉的時候了 我認為是這樣 對 所以 因為像其實我在說話的同時 我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 對 那 不管是自我成長 或是任何事情都無法做 所以我倒覺得靜默是最好的 像是那個小豬 他想去中國 所以粉絲掉很多 會不會覺得藝人的身份 去講那些事情 很難 嗯 像我會覺得 藝人現在最好的做法就是 提出自己的作品 就好 對 就是把具體 有做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說出來 我覺得關於立場 關於看法 關於觀點 關於評論 這些全部都是 嘴巴上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做了什麼 那我很榮幸 我現在有做一本書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介紹 那如果 我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我也不適合講太多話 對 我覺得靜默做事是最好的 謝謝